甲雨真言 作者 杭太 播讲 夏秋年 纸传明竹赵天梢 伦敦冬天天特别短 到下午三四点钟天就全黑了 李教授刚上完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门外就听见电话铃响 赶快开了门进去接电话 原来是邻居打来的 告诉他他家着火了 他们已经报了火警 救火车等等都来了 叫他赶快回家 李教授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他表哥 他一个人在家 不知他是不是出去了 怎么会起火呢 李教授名叫李保罗 他是出生在英国的华人 太太是位英国女子萨利 两人有一个孩子 今年快十岁了 萨利的父母住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湖区 这星期正好萨利带着 儿子去他父母家玩 他万万也不会想到让丈夫的表哥 白天一个人留在家里会出事 这位表哥是从中国来的 他的父亲是李教授母亲的弟弟 也就是他的舅舅 他这位舅舅是50年代初回国的 那时候共产党刚掌权 新中国成立 中国大陆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海外华人纷纷回国 抱着把中国建设成强国的希望 李保罗的舅舅那时热情很高 而他的母亲却有点犹疑不决 他父亲更是坚决反对 结果闹得姐姐和弟弟几乎反目 他舅舅一个人匆匆忙忙就回国去了 后来听说他在科学院工作 地位待遇都还不错 还结了婚 李保罗的母亲就对他父亲说 看样子还是弟弟对 你看 他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可是李保罗的父亲却不以为然 冷冷的笑了笑 似乎在说 咱们等着瞧吧 李教授匆匆忙忙赶回家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火烧得大得很 整所房子都几乎变成黑炭了 楼上几扇窗户全烧光 楼下的大门都掉了 救火队已经把火扑灭 整个房子像用水浇过一样 李保罗愣了几秒钟 接着赶快就问 里面有没有人 救火队里出了一个人 看样子像是队长 他走过来说 里面有一个男人 大约跟您差不多高 他受了烧伤 我们已经把他送医院去抢救了 他是您的什么人 李保罗说 他是我表哥 烧伤严重吗 那个救火队员说 看上去挺严重的 李保罗问 是哪个医院 一面心里想 这怎么向他舅舅交代呢 真要命 李教授的邻居很好 是两位老太太 他们说 李保罗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地方去 可以在他们那借助 等他找到地方再说 他们这么一提 李教授才想到这些实际问题 他于是先借邻居的电话 告诉他太太出了什么事 叫他在父母家多住几天 他得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一切办妥之后 萨利和儿子才能回伦敦 他太太在电话上就抱怨说 我当初就叫你别接受 现在你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呢 我们总不能24小时一直看着他呀 他近一两个月来 一切都显得挺正常的吧 怎么忽然出这种事呢 是不是你不小心没有关上煤气 李保罗说 当然不是 我每次出门前都很仔细 把一切开关 煤气等等都检查一下才走的 而且我还特别嘱咐他 叫他小心火烛呢 究竟怎么着起火来的 我看保险公司会来查的 李教授开车到医院去看他表哥 一路上 他就想到当初接受他这位封表哥到他家里来的情形 去年李保罗刚刚升了教授 萨利很高兴请了一大堆朋友到家里来庆祝 忽然接到李保罗父亲打来的电话 李保罗的父母退休之后搬到西班牙去住了 因为那儿气候温暖 而且生活又比较便宜 所以在那儿买了一栋房子 搬出了英国 李保罗他父亲在电话里说 有件事情要麻烦你 你舅舅的儿子有点神经不正常 他说他不是中国人 非要来英国不可 而且闹得一塌糊涂 你舅舅和舅妈只有这一个宝贝儿子 他们说 唯一能救他儿子的办法就是顺着他 叫他来英国 要是顺着他 据说他就会好一点 而且会很正常 自己也会照顾自己 你看你能不能先招待他住几个月 看情形 如果他不好就送他进疯人院去 你看怎么样 李教授一向是听父母的话的 可是萨利却更实际 他对这事就不大赞成 可是他又很负同情心 觉得这位表哥发疯 一定是受了什么打击 怪可怜的 所以他就没有坚决反对 结果李保罗就把这件事接受了下来 从飞机场把他表哥接回家来 一路上很顺利 他表哥的样子完全像一个正常人 说话谈吐都很普通 只是他不大会说英语而已 不过李教授会说一些中国话 因为他父母一直讲中国话 所以他并没忘 而且也都是北京口音 可是刚一到家 见到李教授的太太萨利和他们的儿子 他说的话就有点怪了 他说 咦 你太太是个外国人 哦 不对 咱们现在是在英国 那你就算外国人了 那你太太不是就成了有海外关系的人了吗 不是有理通外国的嫌疑了吗 你们还不离婚 真奇怪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一本正经的 弄得李教授很尴尬 不知说什么好 还是萨利脑筋快 他赶快说 你到了英国 也算英国人了 就得按英国规矩办了 我们这儿有没有海外关系 无所谓的 他眼睛一亮 就说 中国现在不是无所谓 是有所谓 有海外关系的 变得吃香了 李保罗听到这儿实在觉得太荒唐了 赶快给他太太使了一个眼色 叫他别继续谈这个题目了 萨利心领神会 就赶紧转话题 萨利能对付这个疯子觉得很高兴 他是学中文的 平时没有机会讲中国话 因为李教授也比较习惯说英语 而现在非得和他这个表哥讲中国话了 而且还得动脑筋讲合适的话 这练习机会是再好也没有了 在这位表哥来到英国之前 他舅舅和舅妈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 信里把他表哥的病史介绍了一下 而且还详细的讲了他们家庭在过去那三四十年的遭遇 因为他们觉得 这也许会使李教授他们更了解病人的思想 以便决定他们该怎么对待他 这封信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1957年反右运动 舅妈批评了他们的支部书记 结果被打成右派 舅舅为了表哥的前途问题 就决定同舅妈离婚 虽然他们感情还是很好 不过为了孩子 就狠了狠心离了婚 过了几年 舅妈被摘了帽子 因为舅妈是妇产科专家 得给某些首长看病 又受到重视了 社会地位也变了 还非让他当什么政协委员 这么一来 舅舅又觉得比较放心 于是同舅妈商量 两人又复了婚 接着困难时期来到 舅舅舅妈的海外关系又都联系上了 他们都从海外寄来食品等等 当然同时也寄来些别的东西 诸如书了 唱片了等等 他们很粗心大意 有同事问他们借 他们丝毫没有考虑 立刻就答应 结果这些事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成了他们的罪状 表哥那个时候年纪轻 血气方刚 觉得父母的行为不符合继续革命的要求 他也大胆揭发 他父母被群众软禁 隔离审查 等于关了监狱 可是文革过后 他父母又被放了出来 又恢复原来的职位 他父母被关的时候 他也挨了整 有人提出说 他父母在国外待得好好的 为什么积极回国 一定是什么特务机关派进来的 而且时常同海外联系 不断通信 那些信在哪 为什么把信毁掉 这位表哥以为自己很进步 结果人家不但不欣赏 反而对他怀疑 他脑子就开始混乱起来了 等他父母一放出来 他就非要到英国 说是什么要寻根 他父母开始觉得他文革受了刺激 胡言乱语 过一阵就会好的 可是他却越来越厉害 结果只好把他送出来 李教授一面开车 一面想到这封信以及他表哥的遭遇 觉得他表哥怪可怜的 心里还担心 不知他受的伤严重不严重 到了医院 医生就对他说 他表哥80%的烧伤度相当严重 救活他的希望不大 正在说着 有人打电话要找李教授 李保罗赶紧去接电话 那是救火队打来的 他们现在已经确定说 火是故意放的 不是意外 厨房里的煤气灶全部都是开着的 而且还有点火烧的报纸灰等等 李保罗挂上电话就往急救病房跑 他一面跑一面对自己说 我尽了我的责任 他要求做生意 赚大钱 纯粹是不可能的事 我当然不能答应他 难道他是为了这件事放火吗 我真不懂 不过他是疯子 不知他怎么想的 进了急救室 一看他表哥那样子 他吓了一跳 只有一只眼睛还在眨动 忽然他像是要说话的样子 可是又没有声音 李保罗把脸凑过去 侧着耳朵听 才听见他微弱的语音 他说 我被革命的火焰给吞噬了 李保罗愣住了 简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等他再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厌弃了 全文完